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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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二污市是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杂山地 這些圣诞用品一般都會在每年9月底完成出貨 但是今年幾百萬件圣诞用品還積硬在貨倉裡面 有企業老闆表示運費太貴 貨值抵不上運費 8月22日大陸傳媒報導 二污每年提供全球三分之二的圣诞用品 專門生產仿真聖誕樹的外貿製造企業 二污市欽特安工藝品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 朱智娟透露 往年我們的貨會在9月底就出現 今年還看不到頭 朱智娟表示每年的8月 往往是聖誕用品出貨的高峰期 今年客戶的落單時間比往年提早了不少 但是出貨就陷入大規模延遲 朱智娟所在的企業 年出口額大約1億5千萬元人民幣 唯有花200萬元人民幣 專門租了1萬平方米的貨倉 用於對方該公司生產的聖誕樹 朱智娟說因為疫情原因 客戶今年落單較早 往年都要5月底才能夠接完一整年的訂單 而今年就提前到3月 年初明顯反彈的訂單 令他們對今年的形勢很樂觀 但是沒有想過客戶落單早 貨也都趕了出來 出貨反而延遲 朱智娟認為造成出貨延遲的原因 主要是國際物流的供應緊張 令運費不斷攀升 船運週期大長 最新的全球波羅的海貨櫃運價指數顯示 中國到美東航線 40英呎標準貨櫃的海運價格 已經突破2萬美元 比同期上升了5倍 最新的全球波羅的海運價指數 最新的全球波羅的海運價指數 最新的全球波羅的海運價指數